这要打的 鱼塔已经连下落位了 他被赶走了呀 阿拉伯没拦 打出救护者 红霸会严重 怎么说 哎呀 阿拉伯自己圈在龙圈里了 龙可准备叫一个闪下拉开 哎 猴子直接硬开了 猴子很脆啊 被连住了 猴子这边打招 鱼塔打招直接定上 这一波能打吗 鱼塔还用闪现 直接拉开了防御塔的距离 鱼塔收获了4级的人头 我儿子把他让冲出来 以后凯旋没回起来 被西北上收获了这个人头 但是塔下的南枪怎么办 只能倾心兵了 特地想上 飞机下完封路 封的还不错 这一波团战京东有机会 卢路斯先被咬了 这一波开端 独攻果断 规定也挂掉了 京东这里可以顺势打大龙 这波立马 人马还是有大招的 看下人马这波怎么说 对方其实龙方里边还觉得很多 再一个大招 收获侧提 而且全身而退 这边要直接上西北大招也开得出来 侧提被秒了 那少掉了一个很关键的控制点呀 又指到了大招 避掉了这边的闪现 猴子冲进了后排 转了起来 人马也转了起来 过去人马这边走不掉了呀 人马顶不住了 猴子这边也顶不住了 双方的上单进行了一波互换 但几胜双C加打野 京东给面正愿是顶不住了 恭喜方普拉斯均回一分 这没有闪现的一个垂直被指导 刷走了 一勾 雷格在旁边这波可以打 可以反打 卡特这边很危险 过去的话小千先把芒子给杀掉 哎呀 这个TP怎么说 下来 哎呦呦 这边传来了 下一期就被控制了 大招给出来 这波的伤还差一颗球 传角的大招虽然降了下来 但是已经打完了呀 这边能看到 过来想说 哎呀 这个沟路能够到 哎呀 勾到了 起来 其实它是没闪现的呀 这一波牙膏有点威 没想到 它没想到 这个杀了个回马枪 哦 那个大招又是好了 带领赛期后排 自己有点危险 刘欣不松 这边雪亮也很急 传场正忙了 起来也倒了 飞得非常快 梅亚塔有点吃不消 先拖掉一个 一个大招 踢破一下 六毛之间直接被老龙斩杀掉了 那后续的话应该是要恭喜POPLUS 恭喜POPLUS 勾到了 但是也是一个女毯 直接掉了一个金身 还是想先对这个女毯共手 先把女毯给秒掉了 乐乎兰这一波采进去 什么都没看就被秒了 不过EZ后面切掉了个非流丝 但自身也走不掉了呀 狗龙塔似有点慢呀 像个进入比较不错 想去开始大刀一个刺激 虎龙塔打了下来 人马在切EZ 依德没有输出环境了 在欧姆斯的切子 换掉了ADC 但这边来讲的话 人马一进场 但人马也很快 后续伤害 没有人都打了呀 还是依德要收割了呀 是一个收割的好环境 没有输出的人了 来 再一个追击 收到这边的笔刀 还能再追 必要一个闪现 必须去磨得闪 大宫处理还可以继续做文章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有一点危险 但是伤害 哎 当时这个位置太惨了 直接被EZ秒掉 而这个时候猴子 只是打出了一个春歌而已 不过乐福兰被带走了 人马传送过来 这一小子已经踢了半血 但是欧姆斯这把的输出环境很好 一直在这边 刮到欧姆斯 欧姆斯还在输出 猴哥还在呀 哇 这把欧姆斯的输出环境 太完美了 猴子过来输死一搏 大刀转起来 两段继续转 但是没有EZ就没有伤害 人马冲击全血杀掉了福兰 让我们恭喜方克拉3比1 战胜了击中杯面 顶尽最终的决赞